大明万历年间 南芝丽应天府里有个糊涂像 箱子里住着一户人家 主人姓杨名车 家境富裕 喜欢节朋交友 在街坊四邻中也算是个人物 颇有些威望 不过回家见了妻子 他就像小鬼见了阎王 妻子要打他十下 打到第九下他都不敢起来 让他跪一天 那就乖乖跪一天 别人都笑话他怕老婆 他却说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会怕老婆 谁都会犯错 有一位贤内助经常在身边提醒 这是多好的事 那不过是闺房之中的乐趣 他那嫩松松的小手 就算打几下 能有多疼 跟自己老婆还在乎什么输赢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阳车的老婆名叫郎佩文 长得如花似玉 一张巧嘴能说会道 真知女工样样拿手 因为他怕老婆 朋友们见了面 没人敢劝他喝酒 他也从不敢跟外面的朋友瞎混 阳车有几个好友 有一个名叫巴高 外号巴不着 有一个名叫姬远 外号密边姬 还有一个小年轻名叫狗子美 都是会来世的主 吹拉弹唱 喝酒吹牛样样都能来几样 箱子里的人都觉得他们不正经 见了都躲着走 狗子美住在裤子下 刚刚十八 父亲在他六岁时已经去世 和母亲朱月芬相依为命 朱月芬才三十六岁 长得柳叶眉杏和眼 皮肤白皙花枝招展 风韵游存 狗子美长得很像母亲 头发垂尖唇红齿白 极其标致 巴高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狗子美想跟他学 每天把他请到家里来教 巴高见朱月芬貌美如花 时不时地偷偷看向他 在教狗子美的时候特别卖力 而朱月芬守寡多年 空虚寂寞 剑巴高长得标志 又有手艺 隐忍不住朝他多看见眼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 眉目传情 天雷勾动地火 一来二去就搞到了一起 两人的是很快被邻居发现 一传十 十传百 裤子巷里无人不知 朱月芬每次听到有人说闲话 便破口大骂 有一天晚上 巴高和鸡远在狗子美家喝酒 一直喝到很晚才离开 巴高没有回家 而是在附近绕了一圈 又回到狗子美家 一头钻进朱月芬的屋子里 巷子里的住户们 每次说巴高和朱月芬的闲话 都会被朱月芬破口大骂 所以怀恨在心 一直想捉个奸让他出出丑 有两个无是生非的无赖 一个叫杨赖子 一个叫王踏皮 听说巴高和朱月芬的奸情 一直想捉奸额点钱 于是挑了这个头 巴高和鸡远刚进了朱月芬家 就有邻居通知了大火 杨赖子和王踏皮 带着邻居们在门前蹲守 眼瞅着巴高又进了他家 五更十分 巴高从朱月芬家出来 邻居们一起上前按住了他 并且派了两个妇人 看住楼上的朱月芬 免得他寻短见 邻居们叫嚷着要把两人送关 狗姊美慌忙叫姬远和几个人来 说了半天的情 邻居们没人愿意听 只好去请洋车 这时候天已大亮 狗姊美走到半路 正好遇到出门溜弯的洋车 赶紧把事情告诉了他 杨振宇想了想 问道领头的是谁 狗姊美答 是羊赖子何王踏皮 杨振宇笑着说道 原来是这两个无赖 问题不大 你赶紧拿一两银子来 分开包成两包 狗姊美立刻回到家 让母亲拿出银子包好交给洋车 洋车带着银包来到狗家 建院子里坐马的人 笑着说道 咋这么多人 好热闹啊 你们在这干嘛 杨赖子立刻说道 你老人家来得正好 那个八高和朱氏通奸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昨夜终于让邻居们给逮着了 正要把他们送关 你老人家带着我们去更好 洋车把洋往两人拉到一边 悄悄将两包银子塞到两人手里 然后对邻居们说道 既然捉了奸 就应该送关 只是不知道这奸 是在哪里抓到的 几个邻居说道 虽然没有捉奸在床 可是这两个人的事儿 整个巷子无人不知 洋车说道 原来是这样 捉到他们的是他的父母 还是他家的亲戚 邻居说道 虽然我们都是邻居 可是遇到这种伤风败俗的事 人人都该动手 王榻皮和羊赖子拿了银子 目的已经达到 过来说道 你们大家静一静 听洋相公怎么说 洋车说道 人活在世上 银而洋善就是为自己积福积寿 把两人送官不难 可到了衙门里 支县老爷肯定要重重诚治 他们两个只怕性命难保 俗话说 闲人搓剑棒 不要闲人管 你们真想要他们两个的命 邻居们听说 可能要了两人的命 都有点不忍心 其中一个邻居站出来说道 我们又和他无冤无仇 其实也没想把他怎么样 他们两个通奸 箱子里的人都知道 可是那个猪氏却天天辱骂邻居 大家气不过 才想出出他的丑 谁也没想要他的命 你老人家说怎么办 我们都听你的 洋车说道 猪氏这个妇人就是脾气差 也怪不得大火 再说那个老八 整天游手好闲 闯东家窜戏家 有谁能带见他 既然大火看得起我洋车 那我就做个主 让他们拿几两银子出来 请大火喝顿酒 再请大火看出戏 大火觉得怎么样 邻居们纷纷说这个办法好 大火放了八糕 让他去找戏班子 八糕平时就喜欢唱两句 和戏班子非常熟 很快带着戏班来到裤子巷 附近几个巷子的人都来看热闹 把巷子挤得水泄不通 狗子美半座花蛋 在台上身姿婀娜声音婉转 洋车平时也好南风 看得意乱情迷 等狗子美下场 洋车悄悄捏了捏他的手 说道 我的心肝 你这妖身 让人看了魂飞天外 我今天救了你 你要怎么报答我 狗子美说道 杨相公 胆子可真不小 要是让家里的夫人知道了 还不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到时候我可救不了你 洋车说道 为了你 挨顿打又算得了什么 这话被旁边的八糕听见了 凑过来说道 为了你 杨相公连老婆都不怕了 你害怕什么 狗子美赶紧奉承道 只要她做冬 请我们几个朋友喝一顿 我就答应她 洋车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 过两天我做冬 即威到我家去做做 我绝不食言 等到戏演完 吃了散场酒 已经是二更天 狗子美和八糕 吉远一起送洋车回家 洋车搂着狗子美 故意走在后面 八糕和吉远 不停回头看两人 洋车到家敲门 是丫鬟辣梅出来开门 问道 夫人睡了吗 辣梅道 早就睡下了 洋车轻手轻脚上了楼 摸到床边 小声问道 我的亲娘 你睡了吗 狼佩文突然睁开眼 一巴掌抽在洋车脸上 骂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才回来 又在外面勾搭上哪家姑娘了 洋车赶紧跪在床边说道 我哪敢呀 今天出门 遇到了一件稀奇的事 洋车把八糕和狗子美的妈猪士 通奸被抓 他去做合适老的事说了一遍 狼佩文坐起来问道 真的 洋车赶紧说道 都是真的 不敢有半句假话 娘子出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狼佩文凑过去在他身上闻了闻 一脚踹在他的脸上 骂道 好你个七星的王八 还敢骗我 你身上小妮子的威尔从哪来的 原来狗子美扮成轻衣上台唱戏的时候 查了粪 两人搂搂抱抱 味道传到了洋车身上 洋车无话可说 郎佩文骂完 让辣梅取家法来 打了十多下 然后趴在床上呜呜哭了起来 等到哭累了 他让洋车跪在地上不准起来 让辣梅在旁边看着 他就这样老老实实跪了一夜 三天后的清晨 八高狗子美和姬远三人来到洋车家 要他做东庆客 八高坐下后感谢道 前两天多亏了老哥 不然我和子美的妈就没命了 改天他还要亲自登门感谢 洋车说道 一点小事 不用放在心上 狗子美接话道 洋哥该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吧 洋车说道 那天为了帮你们 回来晚了 娘子还在生我的气 哪敢再劳动他 狗子美笑着说道 怎么样 我说他家是夫人做主吧 要是实在不方便 那我们这就走 洋车说道 不就是一顿酒饭吗 我进去问问 看娘子答不答应 郎佩文见家里来了客人 躲在门后偷听 看到模样清秀的狗子美 立刻想到洋车肯定是和他好了 等他走进来 一把揪住他的胡须 骂道 前几天和你好的 是不是那个小野种 跟我上楼 我要好好拷问你 洋车赶紧说道 我的亲娘 你怎么打我都行 给我点脸面 别揪胡子 我慢慢走 洋车跟着老婆上了楼 狗子美站在门后偷偷往里瞅 对八高和机缘说道 杨相公被夫人揪着胡子 薅到楼上去了 两人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 赶紧趴到门边 厅里面的动静 郎佩文大骂道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谁家长进的男人会做这种脏事 洋车哀求道 我的亲娘啊 真没有这事 你不要听别人胡说 他们今天来是想让我做东 你这么贤惠 帮我做几个菜应付他们吧 我现在出去 要是再和他说一句话 娘子怎么罚我都行 郎佩文接着骂道 我的儿 谁把你养得这么乖 那个小孽种是我的仇人 还让我给他做菜 你脑子尽了屎吧 洋车说道 不是请他 他是跟着八高来的 你是不知道八高的嗓子 就像是笛子冻枭一样 而且他们把生枭都带来了 待会你在后边听听 郎佩文来了兴致 说道道 那就听听 不过得先让我打几下出出气 洋车说道 我该打 我该打 可客人们都在外面等着呢 今天就不要打了吧 洋车苦苦哀求 郎佩文还是要打 一时找不到家法 叫辣妹过来找 他左顾右盼 看到门上的门栓 赶紧爬过去拿了门栓 递给郎佩文 说道 找不到板子 就用这个打了几下吧 郎佩文拿过门栓就打 打了十多下才说道 你去买些东西回来 我喝辣妹给你做 要是你再敢跟那个小野种 眉来眼去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洋车说道 不敢不敢 洋车出来对三人说道 我家娘子贤惠 让我去买一些酒肉 他今天要亲自下出款贷各位 看到他们三个全都捂着嘴笑 问道 你们笑什么 八高说道 夫人好像在楼上责罚什么人 不会是洋兄弟吧 洋车说道 胡说什么 我家娘子贤良淑德 见我身上有灰 帮我胆胆灰 你们跟着一起去买韭菜 三人说随便吃点就行 不必太丰盛 和洋车一起说说笑笑出了门 几人很快买回来许多荤素薄品 还沽了两斤酒 拿到厨房 郎佩文从楼上下来 带着腊梅给他们做菜 八高故意让狗子美和洋车坐在一起 洋车知道夫人就躲在后面看着 哪敢和他坐一起 慌忙拉着鸡远坐在旁边 几个人狼吞虎咽 桌上的菜很快吃完 郎佩文又让辣梅端上来几个菜 洋车给三人都蒸满了酒 他们却说酒有些冷了 洋车便朝里面喊道 酒冷了 又喝了几杯 三人又说酒热些更好 洋车又喊道 酒冷了 刚才郎佩文听他们喊酒冷 心里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在心里骂洋车好胆大 使唤起他来了 有听到他们喊 立刻火冒三丈 恰好洋车提着酒壶进来 郎佩文气不打一出来 一个大巴掌抽在洋车脸上 声音非常响亮 连外面的三个都听到了 洋车赶紧朝外面喊道 酒冷了你也不送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三人听到这话 小声嘀咕 他那么最怕老婆的人 今天怎么突然硬气起来了 三人说完哈哈大笑 洋车装作无事发生 揉了揉脸走出来继续喝酒 大家越喝越高兴 八高唱了起来 机远吹着消 狗子美拉琴 三人各展本事 一时间佳音绕两 响彻云霄 郎佩文听外面唱得好听 从后院出来 慢慢走到屏风后 探出身来往外看 三人看到他半遮半眼 躲在屏风后面 朱唇浩尺 性脸陶三 都忍不住往他这边看 更加卖力的表现 轮到八高唱的时候 他整个身体探出屏风 心里暗暗称赞 八高唱完后说道 唱了这么久 喉咙都干了 要是能有杯茶喝就好了 郎佩文文言 赶忙进去倒了一杯浓茶 焦辣煤送出来给他 八高接过来喝了两口 说道 就是天上的甘露 也不如这杯茶好喝 机远夺过茶杯 说他也尝尝甘露的滋味 然后一饮而尽 扬车看他俩抢茶喝 扭过头朝里面喊道 焦辣煤再送几杯茶出来 八高坐在屏风右边 很容易就能看到 躲在后面的郎佩文 见他貌若天仙 早就魂不覆提五迷三道了 八高心生一计 把脚边垫桌腿的瓦片踢掉 桌子马上不稳 他赶忙到屏风旁边找瓦片 趁机轻轻在郎佩文的袖鞋上捏了一把 然后垫好桌脚 郎佩文被他摸了脚 竟然没有动 他觉得他八成是看上自己了 在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 往屏风边看看 发现他竟然在朝自己招手 这下八高更加魂不守舍 站起来说道 你们继续喝 我去方便方便 扬车说道 你不会是想溜吧 八高绕了一个圈 悄悄走到后门旁边 剑门虚掩着 立刻钻了进去 郎佩文就在里面等着 看他进来 说道 八大哥怎么不在外面喝酒 跑进来做什么 八高说道 刚才嫂子给我送来香茶 我特意过来致谢 郎佩文说道 不用谢 八大哥唱得好 本来就该送一杯茶才是 八高不知道郎佩文的心思 不敢靠得太近 郎佩文又从里面 端出一杯茶递给他 笑着说道 听说八大哥前几天好快活呀 八高听他说出这种轻薄的话 赶紧凑上去说道 嫂子是出水芙蓉 他一个乡野村妇 怎么能跟嫂子比 郎佩文说道 你们这些男人 嘴上就像抹了蜜 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 八高一把抱住郎佩文 说道 我的心肝大嫂 我对你可是全心全意的 郎佩文故意不肯 拨了一下他手里的茶杯 茶水洒在他身上 慢悠悠说道 你快出去吧 我明天把我家那个废物打发出去 你早点来 八高文言欣喜若狂 担心他们等急了出来找 赶紧跳出后门 可他不知道 姬远看到郎佩文貌美如花 也想亲近 也谎称出来方便 也摸到了后门 听到了他俩的对话 姬远见后门又开了 赶紧躲起来 看到八高从里面走出来 没有声张 跟着回到了席上 几人又喝了一会儿 八高说要走 洋车赶紧挽留 姬远也说要走 这才散了喜 洋车送走客人回到屋里 对郎佩文说道 我的亲娘 你今天的菜做得太好了 真让我长了脸 你这么贤惠的老婆 打着灯笼都难找 郎佩文笑着说道 有嘴滑舌 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好 洋车说道 你这么好的老婆 我怎么能嫌弃 只是在外人面前 还是不要抛头露面的好 郎佩文文言大怒 骂道 我在后面不出来 好给你和那个小野种 创造机会是吧 洋车赶忙跪下说道 我要是嫌弃你 就不是人养的 我是怕那些人 见你这么标致 对你有非分之想 郎佩文说道 我身正不怕影子鞋 你不说还好 既然你说出来了 那我就出去找一个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洋车赶紧抽了自己一巴掌 说道 老婆别生气 都是我嘴欠 郎佩文心里想着明天和八高私会 没有再搭理洋车 八高和郎佩文约好相会 高兴得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就爬起来 仔细打扮了一番 机缘躲在门后 只听到两人说明天 没听到确切时间 心想 我哪点不如他八高 他两人公然没来眼去 以为别人都看不见 他们要是不带上我 我就把他们搅黄 他今天肯定会早点去 我赶紧到路上去堵他 机缘天没亮就来到 杨家门前 隔着门缝往里看 没过多久 八高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 看到门前有个人 仔细一看 竟然是机缘 吃了一惊 心想 这次怎么会来这里 他装作没看见 低着头从杨家门前走了过去 机缘一把拉着他 问道 八大哥 这么早去哪呀 打扮得这么漂亮 是要做新郎吗 八高说道 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 我要去见一个朋友 机缘说道 小弟陪着你去吧 八高说道 不敢劳兄弟大驾 机缘说道 反正小弟今天没啥事 就陪着哥哥吧 八高想了许多借口 可怎么都甩不掉他 整整被他缠了一天 心里无比懊恼 郎佩文昨天就找借口 把洋车打发出去了 今早起来仔细梳妆 眼巴巴望着门外 就是不见有人来 急得在家里团团转 到了第二天 八高担心又被机缘缠住 心想 昨天被那小子搅活了 嫂子不知道怎么恨我呢 今天走小路过去 八高又绕了一大圈 来到杨家后门 看到后门扮演着 在看四下无人 轻轻推开门准备进去 他刚跨进门 有人从后面扯住了他的衣服 回头一看又是机缘 机缘问道 大哥今天又来做什么 八高说道 我来看杨大哥 机缘说道 我也是来看杨大哥的 我们一起进去吧 八高说道 天还这么早 估计杨大哥还没起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机缘说道 去哪 我跟你一块去 八高又被机缘缠住 耽误了和狼佩文相会 逼急了抬手就想打他 可机缘却一直笑兮兮的 说道 伸手不打笑脸人 小低又没得罪大哥 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就是打我 我今天也跟定你了 八高被缠得无可奈何 回家后想了个主意 来到狗子美家 把事情告诉了朱月分 求他帮忙 朱月分说道 你可真会想 竟然能想到 让我帮你牵线 帮你倒是可以 就怕你有了新人 忘了我这个旧人 八高立刻跪下指天发誓 我八高要是忘了娘子的恩情 就让我天诛地灭 无得好死 朱月分把他扶起来 说道 你快去买一些礼物 叫子美去姑一顶轿子来 郎佩文一连等了两天 也不见人来 心里又急又恨 这些个花花肠子 没一个正经的 都怪我 轻易就许诺了他 郎佩文百无聊赖 把门开着 站在门前张望 只见姬远走到门前 坐了个衣 问道 嫂子 梁大哥在家吗 郎佩文答道 他出门去了 姬远说道 要是杨哥回来 樊佩文大嫂跟他说 我来找过他 姬远说完转身离开 走出没多远又转身 朝郎佩文看 郎佩文心想 要是早知道他不来 还不如找这个人 他正想着 一顶轿子停在了门前 走出来一个半老家人 正是朱月分 朱月分到了个万福 说道 我姓朱 就是狗子美的妈 前些天 承蒙阳大哥仗义出手 救了我的命 今天特意带了礼物 来感谢阳大哥 请问妹子 你是他什么人 郎佩文听说是他 立刻笑竹颜开 说道 原来你就是猪妈妈 我说呢 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 标志的夫人 朱月分手里提着两只鸭子 两个猪蹄和两盘果子 郎佩文说道 朱夫人能来我家 真是蓬壁生辉 干嘛这么破费 请到里边坐吧 这时候机缘还没走远 看到从轿子里出来的是朱月分 立刻猜到十八高让他来的 郎佩文把朱月分请进屋 和他说了一会儿话 洋车回来 见朱月分来到家里 慌忙见了李 郎佩文道 朱夫人备了礼物来感谢你 你去买些韭菜 焦辣梅坐了端上来 我们俩说点悄悄话 你没事不要上来 洋车点头说道 是是是 娘子好好陪朱妈妈 没过多久 辣梅端着韭菜上来 两人推杯换盏 一直喝到天黑 郎佩文说道 朱妈妈你今天就别回去了 留下来陪我谈谈心 朱月分说道 我留下来倒没什么 就是怕耽误了你和杨大哥的好事 郎佩文大笑道 没事没事 我一般不给他 叫他来他才敢来 郎佩文让辣梅把教夫打发走 和朱月分继续喝 他喝得大醉 春心荡漾 问朱月分 我和你以后就是好姐妹了 你可要常来看看我 你和那个八高是怎么到一起的 说给我听听 朱月分见他动了情 说道 咱俩是好姐妹 跟你说说也无妨 我和他呀 一次就忘不了他了 郎佩文睁大眼睛说道 这话怎么说 朱月分凑到郎佩文耳边 悄悄说了好久 郎佩文一边听一边笑 笑得花枝乱颤 这些话说得郎佩文满脸通红 贴近朱月分说道 你连这个都对我说了 看来是真把我当妹妹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 其实我也约了他 可是等了两天他也没来 朱月分说道 你别怪他 那个机缘好像是知道了你们的事 天天缠着他 寸步不离 他无计可施 只好让我来给你说一声 你到我家去 他正等着你呢 郎佩文立刻喜笑颜开 说道 真的 那我明天就去 郎佩文让洋车睡在楼下 两人说了一夜的悄悄话 第二天 郎佩文和朱月分早早起来 仔细梳妆 吃了早饭后 把洋车叫上来 让他去顾两顶轿子 洋车问道 娘子这是要去哪里 郎佩文说道 你管我去哪 洋车说道 要是回来晚了 我好去接你 郎佩文说道 谁要你接我 我的事不劳你费心 洋车怕问多了 他又要发脾气 叫了两顶轿子 把他和朱月分送出了门 郎佩文来到狗家 朱月分立刻让狗子美 去通知八高 八高进了屋 郎佩文二话不说 一把拉住他问道 好你个负心汉 让我在家空等了两天 你竟然有了别人 为什么又来招惹我 八高说道 我的亲娘 说来真是气人 我被积远这个无赖缠了两天 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来吧 别耽误时间 两人宽衣解带 正要办事 突然听到屋顶哗啦啦响 不知道从哪来的石块 砸在房顶瓦片上 其实又是机缘 看到郎佩文跟着朱月分来到家里 就知道是八高的主意 一直守在不远处 看到八高进门 用石块砸他家的屋顶 八高因为上次被人捉奸 非常害怕 赶紧穿好衣服跑下楼 和狗子梅把大开打门 教他唱曲拉琴 有几个邻居从门前经过 看了看他们 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这次又没能成事 八高接着又想了个主意 把狗子梅叫来吩咐道 我在何妨雇一条船 你让妈妈和郎家夫人扮成男人 到船上来见我 八高雇了一艘登船 船主名叫王延 也住在裤子巷 是个老光棍 家里有个小伙名叫王龙 师姑来在船上干活的 朱月芬和郎佩文女扮男装 跟着狗子梅来到船上 八高早就在船上等着了 几个人在船上喝酒 几杯下肚 八高早已急不可耐 拉着郎佩文进了船舱 在船上伺候的王龙看到两人离席 本来没觉得有什么 可是路过在船舱外 听到里面有动静 悄悄往里面一看 发现了里面的秘密 王龙跑回岸上 把事情告诉了主人王延 王延一听就知道 两人肯定是偷情的男女 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 带着王龙回到船上 跳进舱里把两人按住 王延说要把两人送官至罪 八高赶紧求饶 王延说可以让两人拿钱消灾 八高身上没带钱 朱月芬和狗子梅也没钱 郎佩文虽然也没带钱 但是手上有一对镯子 赶忙递给王延 求他放过他们 王延见镯子打造得十分精巧 觉得郎佩文肯定是 大户人家的夫人 想多额点钱 一直不肯松口 机远看到八高离开 郎佩文却没有走 知道八高肯定还会再想办法 所以一直在狗子梅家门前敦售 过了好久 果然看到狗子梅 带着两个身材娇小的男人 从院子里出来 一眼就认出 是朱月芬和郎佩文两人女扮男装 立刻跟了上去 看到三人来到江边 八高在船上等着 他立刻跑到洋车家 机远对洋车说道 哥哥 有一艘登船上来了几个男女 一看就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妇女 出来偷惠男人 我们去捉个奸 赚他几两银子 你看怎么样 洋车心想 反正前来无事 夫人又不在家 正好出去玩玩 还能顺便弄几两银子花 何乐而不为 欣然答应 王车来到岸边 一眼就看到八高和郎佩文 衣衫不整地跪在船头 正在恳求王岩 旁边两人一个是狗子美 一个是朱月芬 立刻明白了一切 洋车怒发冲冠 迅速跳到船上 狠狠抽了王龙几个巴掌 把所有人都惊得愣在当场 王岩认得洋车 看到是他 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妙 拉着王龙撒腿就跑 八高建阳车来了 来不及多想 一溜烟跑了 只留下朱月芬和狗子美 而郎佩文衣衫不整 跑又跑不了 捂着脸不敢说话 金远这时候正站在岸上 看着这一幕 笑得何不拢嘴 王车气得蹊跷生烟 想上去打郎佩文 又担心惊动附近的人 到时候丢人现眼 叹了口气 一句话没说 把衣服递给他穿上 带回了家 俗话说 你人还有三分土性 饶是洋车再怎么怕老婆 遇到这种事也忍不了 把郎佩文关在房里 拿出家法 将他毒打了一顿 郎佩文没有想到 平时在自己面前 唯唯诺诺叫亲娘的丈夫 竟然变得如此凶狠 再也没了往日的气势 只有不停求饶 洋车在当地也算是 有头有脸的人 老婆和人通奸 说出去实在有辱门风 于是决定捂住这件事不提 可即便他不提 也管不了别人的嘴 那个王延害怕洋车 不敢把事情说出去 可是他的伙计王龙没这么想 很快把事情传了出去 事情很快传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即便洋车 愿意装作无事发生 都已不可能了 亲戚和族人都来到他家 让他修了伤风败俗的老婆 于是他写下了一纸修书 把郎佩文送回了娘家 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八高听说郎佩文被修 担心洋车报复 打算先出去躲一躲 可还没凑够盘缠 一群捕快就闯进了他家 把他拘拿到了县衙 原来 洋车认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八高 他和县衙的捕快官差们都熟 正好县衙刚刚抓到一伙江洋强盗 他花了一点银子 让人悄悄找到强盗们 一口咬定八高是他们的同伙 八高被拘拿到衙门后 自然不肯招任 直线动了大刑 他不得不招 背叛发配 最终死在了路上 他又找来羊赖子和王塔皮 给了他们美人三两银子 让他们带人拔狗子美的夹杂的稀烂 朱岳芬母子俩不敢在裤子巷再戴下去 不知道逃到了哪里 郎佩文被修后 他的父母没脸见人 把他嫁给了外地来的一个客商 从此再也没人见过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